吞9000萬公款揮霍 林百里秘書判6年 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前女秘書徐可君 利用職務之辯及林百里的信任 與丈夫林昭文聯手私吞廣達公款9081萬 新北地院昨天判決兩人分別處於6年、4年刑期 但兩人僅需付365萬元罰金就免作饒 徐可君是在2003年開始擔任林百里秘書 負責處理公關及相關費用核銷 2006年底起他將私人買的鑽石、手錶、名牌包等精品賬單 以林百里名義向廣達報公帳 這是董事長買的 他與林昭文結婚後兩人變本加厲 用公款買300萬休旅車代步 及總價4000萬的薄金包、凱莉包上百個 連結婚布置新居千萬裝潢家具也都報公帳 前年5月廣達財務主管對許可君500多萬的勤款起疑 要求帳單必須要有林百里簽名確認 兩人竟然模仿林百里簽名想要蒙混過關 卻因此肉線被釋破 廣達立刻開除許可君報情檢調偵辦 當檢警前往兩人住處搜索 滿屋名牌包名表猶如小新精品店讓人大開眼界 檢調人員私下都稱許可君是台版拜金女秘書 廣達勤查出共被詐領9000多萬 據悉兩人心無前科且刑督數5年以下清罪 裁判可一科罰金全案可上訴 至於廣達民視球場9081萬 已由民庭審理 東新聞綜合報導 公開關在給 Aly解惑 請求DoS 公開關在給自由的手段 公開面